昨天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已经胜利闭幕了 这是一次高举旗帜 凝聚力量 团结奋进的大会 我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 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 我们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刻尽职守 勤勉工作 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